感謝阿苗的分析 兩岸統神馬英九 我要先請教一下立委 先請教一下昆誠 國民黨其實對於馬英九的此行 前半段還滿低調的 好像覺得我們也不好意思公開嗆他 然後一直到他昨天口誤講出了中華民國的時候 國民黨整個大復活 我今天很high 所以這樣子就可以洗白了嗎 你看馬英九好棒棒 馬英九都有 為兩岸和平盡心力有沒有 明明就是只有一次口誤嘛 如果說是有心安排的話 就不要只講一次啊 繼續講嘛 中華民國就時不時就出現嘛 看他能不能走出這個人民大會堂 應該是走不出來 所以說如果說國民黨認為說 馬英九在這次的中國表現真的很好的話 那請這個馬英九 這個包含黨主席這些立委 在馬英九回來的時候 全部就去接機 就是說馬英九在中國做得好 馬英九這次在中國唯一做得好的 就是跟習近平握手 這個死亡之握 這個一路再哭了五次 終於有機會握到習近平的手了 那網友就哭手說 這個至少 這個馬英九跟習近平這個死亡之握 那是不是能夠發揮一點效力 那其實對於台灣來講 我們絕大多數的人超過九成以上的人 都不會認為或是支持贊同 就是說兩岸同屬一個中國 對啊 就像習近平你在講說 這個兩岸同屬一中 他講話的地方在哪裡 在北京啊 所以他講兩岸同屬一中的時候 這個一中一定是指的 中華人民共和國 對啊 不可能是中華民國嘛 所以如果說馬英九覺得說 你心中所講的這個一中是中華民國 那你就應該利用這個機會 講出來嘛 說出來 就是這個字中華民國 不是中華人民共和國 但是呢 他就是口誤一次之後 就說回去了嘛 就後來就不敢講了 所以這個就是說這個馬英九 他在他心中認為說 就是一個中國 那不管那個中國呢 是不是這個中華民國已經不見了 變成中華人民共和國 他也不介意了 他只要說兩岸都是一個中國就可以了 這就是這個馬英九要的嘛 也是習近平要的 那習近平要到他要的了 再跟全世界講就是說 這個馬英九 這個前台灣地區的領導人 來到我中國了 我對於你過去呢 是高度的評價 那你來到我這邊了 我在跟全世界的人講就是說 兩岸同屬一個中國 這個一個中國就是指 中華人民共和國嘛 我覺得他真的很奇怪啊 他對於中國 對於習近平有這麼強烈的 茹目之情 他為什麼今天要回來 你就不要回來嘛 他就有去再回來才有這個價值嘛 如果一直去那邊的話 大家在中國其實就沒有價值了 所以習近平也是要放馬英九回來才有價值 如果他一直在中國的話 馬英九其實也沒有價值了 所以剛才有講到嘛 台灣人都被他綁架 馬英九去軍機軍艦 有沒有一樣侵擾台灣 有 這個我們花蓮地震的時候 軍機軍艦有沒有侵擾台灣 有 還是有嘛 那所以說這個 剛好在4月7號4月10號 世界台灣商會聯合總會 在越南河內 對被打壓 就被打壓了嘛 一樣是打壓我們嘛 就是說本來 我們在那邊辦 這30年 在越南這個投資 這個台商在那邊30年 那本來國旗 這有關這個 或是說部會 或是說立委 相關的這些政見 相關的這些 而且是你們的副院長江啟成 對 副院長要江啟成 江啟成 江啟成 國民黨的 被中國打壓 敢不敢吭聲啊你 他也沒吭聲 他說尊重越南政府的安排 其實就是中國在打壓嘛 江啟成他沒辦法過去 他本來應該是率隊的這一個 這一個領隊嘛 他沒辦法過去 然後呢 本來這個我們徐家欽 我們的喬委會的這個委員長 他也沒辦法過去啊 那過去那邊呢 本來這個屬於這個 我們中華民國的 這個國旗啦 或是說一些政見啊 所有的東西都不見了 這個誰在打壓 也是中國在打壓嘛 所以你習近平 一方面見了這個馬英九 說啊怎麼兩岸同屬一中啊 這中華民族啦 怎麼樣的 結果呢 你在這個越南河內 當這個台灣 我們的台商 在這個越南河內 辦這個世界台灣聯合三位總會的 這個30年 中年的這大活動的時候 一樣啊繼續打壓 只要有中華民國 就不可能出現 只要有立委 有關於這個 中華民國的這個 國格的東西 都完全沒辦法出現嘛 所以兩岸同屬一個 中國是怎麼樣 就是只有中華人民共和國嘛 沒有中華民國啦 這就很明顯了啊 最後我要請教一下 哇這個 立法院的榮譽顧問 最高榮譽顧問3Q 面對馬熙二會這件事情 你看喔 民眾黨的態度 柯文哲跟黃國昌 是很肯定的喔 然後呢 黃國昌他之前 九年前的馬熙會 黃國昌是痛罵的喔 罵馬英九企圖出賣主權喔 等等 還去抗議喔 等等 民主憲政的羞恥喔 不要再騙我們台灣人了喔 哇 如今 這個柯文哲跟黃國昌 嗯 這個 能夠去交流 就是好事情喔 而且用個人身份展開交流 為和平而努力 值得肯定 你怎麼樣看待民眾黨 用 用我們最熱門的 兩性關係來解釋 如果有 你要如何讓你很討厭的人 愛上你 對他獻殷勤 給他送禮物 找他約會 讓他慢慢的改善 對你有好感 然後呢 你就會看到對方的改變 現在角色換過來講 柯文哲跟黃國昌是 為什麼態度改變了 是不是有人對你獻殷勤 對你送禮物 然後跟你去約會 不然的話 你們兩個怎麼會突然從 超級討厭中國國民 中華人民共和國 變成超級喜歡中國國民黨 懂我的意思嗎 你要讓一個仇人變成一個愛人 你要花很多心思的 大部分人就說 沒賣做會了啦 對不對 怎麼會弄到 為什麼我們說他立場反覆 這兩個是參加太陽花學運的 結果你去講他說 你在反中國服貌的時候 他說沒有我只是反黑箱 結果這兩個人 當初是拒絕馬英九 譴責馬英九去太平島 這個什麼宣誓主權的 什麼時候就變成支持 國民黨的立委 還自己民眾黨也派立委 跟著去太平島 這一次也是啊 過去是企圖出賣主權 過去是4號赴立院抗議 結果現在是民主憲 過去是民主憲政的休止時刻 是欺騙台灣人 現在是交流很好 在一起很棒 值得肯定 值得肯定 所以到底是獻了什麼殷勤 送了什麼禮物 能夠讓柯文哲跟黃國昌 有這麼大的路線轉變 這個我想大家都 蜘蛛金金看 了解 為什麼我們最後呢 要放這個 其實是因為本節目 也是受到了阿苗昨天 佛光普照的感召 想說因為黃國昌 跟柯文哲他們一直很 但是自己沒流量 好 最後一分鐘 我們就留給他 算是我們也是對於眾生 雲雲的眾生 有付出我們的關懷